今天就来做好吃的沙丁鱼焖饭 这个焖饭做法简单味道鲜美可口真的很好吃 赶紧收藏食谱吧不然划走了就找不到了 现在开煮吧 材料很简单生米洋葱胡萝卜蘑菇和沙丁鱼 蘑菇洗净切片备用 洋葱去皮切丝 红萝卜切丁 红萝卜切丁 红萝卜切片备用 黄瓜切片备用 打开沙丁鱼罐头 打开沙丁鱼 炖煎 炖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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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搅拌均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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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